抢到了一笔3.5%年利率的大额存单 忍不住在闺蜜群里发个小红包共享喜悦 多多说冒着高温去存钱也值了 真的比抢到演唱会门票还要高兴 多多告诉记者无意中打听到 这家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有3.5% 我激动的冒着高温去开卡 前一天就跟客户经理确定有这个利率并约好存款 我知道的银行中 这家的存款利率应该算是高的了 50万存三年有52,500元利息 这么高的利率自然也吸引了存款特种兵前来 该行的一位客户经理透露 8月初这一波江苏上海有不少客户过来存款 省内的宁波加兴客户也赶来了 他们都抢到了3.5%年利率的大额存单 其中不乏百万级单子 除了大额存单储蓄国债也抢疯了 据经济导报8月13日报道 记者调查走访发现 储蓄国债利率在上月经历了一轮下调后 虽然与部分国有银行普通存款利率水平 已低于不少股份型城商行的存款利率 但仍难以抵挡储物的购买热情 储蓄国债当日开手一小时的时间里 包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在内 部分承销团成员济南营业网点均已受庆 国有银行的一位客户经理谭静表示 储蓄国债之所以总被抢购 一方面是安全性高 作为一种政府债券由国家信用背书 另一方面就是购买门槛较低 其购金额低至100元 以100元的整数被认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